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在外面 不在内 不在里面 也不在中间 不是常见 也不是断见 你如果看到一个东西 好像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 我是知道有那个东西 这个叫做常见 如果你看到那个东西 等于没有那个东西 那就叫做断见 中观的意思 不能常见 也不能断见 在长一段这中间也不是 那是什么 这个是中观的思想 佛教有研究的思想 一个是为事的思想 为事的思想 是指一 就是讲 外面都是空的 一切你身外的东西 全部都是空的 内在只有一个是 内在是有 外空内有 内有是什么是有 就是讲心 心是有 心是什么 眼耳 鼻 舌 身 意 就叫做心 还有第七是 意根 第八是 阿赖亚 按照为事的原理 阿赖亚第八是 也就等于第九是 第十是 你要亲证到阿赖亚 才知道发现了佛心 看见 见证佛心 这个是为事 一个是中观 在印度流传的两个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佛法 要明白 大家要清楚 要明白 你要找出你自己的那一条路 那么我们修密教 当然来讲起来 这个是要调理分明 知道你自己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境界 那么你修行的这个阶梯 你到了哪一个城市 你不能过去超越它 不然超越它 就这个伦理就乱掉了 密教也有密教的伦理 谈到这个伦理有一个旧 说这个也谈小明好了 反正 反正就小明了 小明读初中了 但是呢 他还跟妈妈一起睡 妈妈讲说你已经初中了 你还老是这个跟妈妈一起睡 就叫小明讲说 将来啊 你结婚啊 你有妻子了 你还跟妈妈睡吗 就小明就讲说 我还是要跟妈妈睡 你结婚啊 有妻子你还跟妈妈睡 那 那你妻子呢 妻子跟爸爸睡 他爸爸在旁边听到 还是这个小孩子最孝顺的 听得多当心吗 他懂得发发发的心意 这个就是伦理上不对的 伦理上不对的 我们修秘教啊 要讲伦理 要讲一个伦理 一个伦理 就是说 你修生起之地的时候啊 你就是 祈求本尊跟你相应 本尊要跟你相应 这是一个重点 这是一个重点 本尊跟你相应 这是一个重点 你修圆满赤地啊 你必须要自己本身啊 靠自己的力量 修出你心中的光明 所以我们由这个 这个 气 修气 修气 由气眼产生光明 修灼佛 由灼佛产生光明 修中慢 修中慢 由慢长出光明 那么修灼佛产生光明 那么修灼佛产生光明 修灼佛产生光明 修出这个种种的光明出来 以这个光明呢 跟你的本尊的光明 融合在一起 而寄生成佛 这是属于密教 这是属于密教 和密教要修行 在相应上面 你一定要相应 也就是说 你跟本尊之间啊 完全没有区别 那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习性啊 通通给它改掉 自己的习性要把 是要生口意清净 生清净 口清净 意念清净 这是密教本身的修行光 那修行本身来讲是很困难 那修行本身来讲是很困难 但是大家一定要做 因为大家 要了这个生死啊 那我们人一有生就有死 那一有年轻呢 你将来就会老 你身体很强壮 那将来就会变成衰弱 这是佛陀讲的 这无常的道理 我们都知道 那你因为时间多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这个珍惜 这个密法 密教法的这个修行 不能依照你的这个习性 你依照你的习性去啊 你就会六道轮回 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的习性 所有不好的习性都要改掉 并成身口习性 谈到习性啊 这个我刚刚在车上有讲 跟年纪上司他们讲 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啊 在开车 他后面有一个乘客 那乘客到了这个地点 他就伸手拍一下这个计程车司机 拍一下他的这个背后 这一拍啊 那计程车司机啊 就居然 哇 下来一跳 下来一大跳 他说 我地方到了 所以我拍你一下 所以我要下车啊 那你为什么吓一跳呢 这计程车司机就讲 我还没有开计程车以前 我是开灵车的 他是开灵车的 他开灵车没有人拍他 开灵车如果有人拍他的话 他不得了了 所以他以为他还在开灵车 他就下来大跳 所以有人拍他呢 他就下来大跳 事实上 我们了解 这是习性 他始终以为他是开灵车 虽然已经在开机程车了 他以为他是开灵车 所以他难免就下来大跳 这是习性的问题 各位观众 为了庆贺莲花童子佛丹 并且请佛注释 6月28日 美国彩虹雷荡寺将盛大 指办长寿佛护魔大法会 敬请您把握书胜法园 报名参加 同时也欢迎您收看 网络直播 详情请便 049 2312 992 单独自己一个人 有时我们会自问自答吗 可是您知道一个修行成就的人 当他一个人自问自答 是说些什么 解答了什么呢 我们看谁最快有抢些阅读的心得 如圣燕文集最新著作 自己与自己聊天 我们人如果依作习性 在人间的话 那你会追求财 色 云 石 碎 都会追求这些东西 那么你执着这些东西 你将来还是一样 你会这个六道轮回 有很多人 贪酒也不可以的 杀 盗 淫 忘 酒 贪 惩 之 宜 曼 都是习性 太贪心了 不应该拿的东西你也拿 这就要六道轮回 你造了业 逞 凡事你都没有办法去忍辱 你也造了业障 有时候就生气 造了很多的业 遗之 你什么都不想明白这个佛法的道理 变成出生道 它永远不修行的 遗 你怀疑 这个无形的事件 你说人就是人嘛 死了就没有了 也没有天堂 也没有地义 也没有二十八天 也没有六道轮回 这也是习性 无明啊 不知道有佛法可以修行 那这个也是一种种种的 像杀生啊 脱盗啊 这个邪淫啊 忘语啊 喝酒啊 我们生活中是可以沾一点酒 是可以喝的 你醉了 你醉了 只要你醉了 你就是犯戒 你沾一点是可以的 好像是说药酒啊 你每天晚上要喝药酒 那不能敬你了 那是补酒啊 喝一点是可以的 如果是说你这个像交激应酬喝到醉了 那这个就是犯戒 不可以的 很多喝酒的这个 有时候你把月亮看成两个 那就是醉了 醉了 他父亲交这个儿子 你不可以把 你看外面月亮 你看这个月亮 你把它看成两个 就是醉了 教导儿子 不可以醉 那儿子讲 哪里有月亮 他老爸醉了 他老爸醉了 说后面回去给你醉了 这个醉的人 很多人都会讲说他没有醉 其实都是醉 可是众生都是醉的 你要清楚明白佛法 这法民啊 清楚明白佛法 你就是众生在醉至中 你是本身是清醒的 那禅呢更加的深 古灯慧炎更加的深 禅就是更加的深 但是禅宗呢 最后到密教 这大圆满的时候 跟密教守这个戒律 一直到了成就的时候 都是差不多就是殊途同归 淨途也是一样 都会归到同一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 我们每一个教派啊 都是平等 都是平等 那你要认清楚 佛法是什么 佛法是教你最重要的两点 要烦恼要断 生死要了 生死要了 你必须要知道 人死后 以后会有六道轮回 你必须要离开轮回 你要到佛国净土 你必须要修出光明 你必须要修出光明 然后花菩提心 去度化所有的众生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重点 我是很简单啊 跟他跟大家介绍 那么我们密教 要证明这个佛性 佛是不是在哪里 佛其实也是在我们身体里面 密教是这样子讲的 密心轮啊 是必如遮闹 这个喉轮啊 是阿弥陀佛 心轮啊 是阿出如来 济轮啊 是宝生如来 密轮啊 是不空成就如来 那这五个如来都在你的身体里面 变化成为五大金刚都在你身体里面 五个如来就是五个金刚 那你如果把你的身体里面的开发了 你把这个轮啊 这个给他开到五轮 五轮都开了 五种佛都出现 这五种佛又代表五个智慧啊 五大智慧都在这里 这个密心轮啊 就叫做法界体性智 这个法界体性的智慧 就是佛性的智慧在密心轮 在喉轮你要开发 就是妙观察智慧 妙观察智慧 心轮你若开发 就是大眼镜的智慧 这个季轮你如果开发 就是平等性的智慧 密轮你如果开发 就是成所作之的 成所作的智慧 五大智慧都在你的身中 这是密教本身的修行的开发 你的五大智慧 这个都是你要清楚明白的 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 释迦行密教释迦行法先修 然后修上师相应法 修本尊法 这个都相应 再修保平器 保平器以后呢 你开发中脉 然后修灼火 修五肉 然后再修明典法 以灼火跟明典的融合 去开发这 你自己心中的五个轮脉 五个轮脉 全部通通都打开了 你就看见了佛性 你只要开发新的 大眼睛脂本身就是佛性 好 那今天我就很简单的 跟大家介绍这个佛法 谢谢 开示结束后 圣尊连生活活活为现场弟子 赐售年光法灌顶 羊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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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少师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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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挤喔… 不要挤 不要挤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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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点上新灯 我们接着看到的是 在2010年6月16日 圣尊连生活佛佛佛 佛嫁了台北板桥的真武功 一到现场 师尊及卸下了莫保 真武玄天 天敌开泰 好 好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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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就趕快来听 师尊在真武功的法语开示 敬礼两名合赏 大家真功上师 十六师大宝啊 帕阿爸 林大夫上师 敬礼残船三宝 敬礼 乃基天天上帝 师母 各位上師、教授師、法師、講師、助教 唐主、各位同門主 還有這個征武功 征武功的這個老師 是不是叫做公主 復馬爺跟公主 太小了 太小了 好,大家午安,大家午安 兄弟午安 剛剛進來的時候 前面那個宮叫什麼宮 福德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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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德宮就是福德宮廟 對 對 那這邊呢,這個宮呢 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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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總是覺得 當然啦 這個 征武功是 是 比以前的土地宮廟大 那土地宮廟好像很大 對 對 很大 對 這土地宮廟比那個賢天上帝的廟還大 可是我們是蛇兄的宮 這秀上是神的 對啊 這武力 應該閒天上帝 不得了的 他是正北方 正北方的當摩天尊 他的威力是很猛 威猛 現在時代變了 這個 土地宮廟比較有錢 土地宮廟比較有錢 那賢天上帝就活在這裡 這是錢的世界 金錢 金錢 金錢的世界啦 不然福德正神來講起來 福德正神是屬於 這個 就是 賢天上帝的副將 都比這個 土地宮還要大得多 土地宮可以住大房子呢 那賢天上帝住小房子呢 這個以後要爭一點面子 賢天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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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賢天上帝在這個 在道家來講起來 他是很 一尊很大的 很威武的 一個神將 正北方當摩天尊 所有的摩都是 在他手底下降 他威力很大的 威力很大的 他 土地宮是所有的神當中 最小的 小神住大廟 跟大神住小廟 這時代不同 還是有錢 有錢第一 有道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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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 公主跟司馬也都是這樣子講的 有道最好 有道第一 就是有道就稱為大 不是有錢稱為大 在古代啊 我就講 今天講那個 後翼 後翼不是設了九個太陽嗎 剩下一個太陽 我問說為什麼 為什麼後翼要設九個太陽 剩一個太陽 然後主要的原因是說 這九個太陽 這九個太陽 這個都有出錢 都有出錢 請後翼不要設它 但是最後那一個太陽 出的錢比較多 所以後翼就設了九個太陽下來 所以後翼就設了九個太陽下來 剩下最後一個太陽 他沒有設 還是錢的問題啊 因為最後那一個太陽出的錢很多啊 所以他聽最後那一個 把其他九個太陽 通通都設下來 另外你知道那個 你摩娘娘啊 你摩娘娘是很厲害的啦 他是所有的那個 所有的神啊 六大神之一啊 你摩娘娘 他補天啊 他補天啊 他補了天以後 為什麼要造這些人呢 他補天就好啦 何必造人啊 對不對 你們想一想看 什麼原因 那你摩娘娘他回答 那我不照人哪裡來送這個回修費啊 那你摩托的心啊 那你摩托的心啊